守成与那心,爱奇艺青春网剧进化论。 看电视。 青春网剧同学两亿最近期在爱奇艺上线,该剧将青春元素与科幻元素巧妙对接,对成长体制进行了有力表征。 无论是题材选择,工业化制作还是价值传递,同学两亿岁都实现了在继承中的超越。 文。夜时。 自2014年匆匆那年开启中国网剧自治元年起。 青春题材网剧便与整个行业形成了默契的同购关系。 在产业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都有重要青春网剧作为主角,如2016年网剧精品化元年出现了最好的我们,2017年美剧模式成为行业主导逻辑后,你好,就是光脱颖而出。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等剧作不仅对青春网剧建成器后起到了催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尤其开创的青春美学官获得了行业一致认可。 在此之后,车祸、堕胎等异化的青春符马,被创作者一致摒弃,烈火朋友的离奇叙事被冲淡眷勇的日常叙事所取代。 不过,当更多后来者演习最好的我们,你好,就是光开创的新语法后,青春类网剧难免有陷入另一种一元化的风险。 因此,对青春网剧来说,如何在首成的同时开疆拓图,丰富创作品类与风格,也值得行业思考。 通过最好的我们,你好,就是光,以你为名的青春等具奠定青春网剧旗舰地位的爱奇艺,再度成为探索多元化表达的先锋。 5月30日在爱奇艺上线的同学两亿岁,就是其在青春剧领域平衡守成与那新的尝试。 同学两亿岁改编自封丢子的同名小说,柔和了青春特色、科幻元素,讲述了在地球上沉睡两亿年的天蝎青女元帅阿布多瑞既身于高中女生宣没身体中,与亲人、朋友们一路成长,并与反派斗争的故事。 无论是题材选择,工业化制作还是价值传递,同学两亿岁都实现了在继承中的超越。 从怀旧向道正青春,爱奇艺补齐全青春剧作版图。 青春元素本身就是一种经典的叙事母题,在与其他成熟类型元素的嫁接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青春、戚剧、青春、悬疑、青春、歌舞均成就了一批匠心之作。 相比同类网剧,同学两亿岁题材上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将青春元素与科幻元素寻求了巧妙对接,诱发别开生面的化学反应。 剧中天蝎星系第32代女元帅阿布多瑞,因意外而降落地球,她的精神力进入了16岁的地球女孩宣墨身上,曾经受尽欺负的宣墨在神力加持后,摇身一变成为超能力少女,从而发生了一系列妙去恒生的故事。 可以说,同学两亿岁是爱奇艺在青春类剧作中另必蹊径,为行业成功开辟的又一条新路。 此前佳作无论最好的我们还是你好,旧时光,均是怀旧像青春剧,在内容上侧重展示怀念青春,旧梦重温,影像风格上通过对典型青春符号的凝炼与还原,营造泛黄的怀旧气氛,这类剧作的主流用户也是80后,90后成年群体。 相比之下,同学两亿岁则呈现的是正青春的生活。 它是对当下青少年生活的即时描绘,甚至也包含了对未来场景的浪漫想象,剧中青少年的校园生活与灵后群体彼此互闻。 由此,其影像调性少了怀旧中的温情感伤,却更加明朗、欢快、活泼,展现了新一代青少年的阳光和活力。 对于选择开发同学两亿岁IP,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戴莹表示,青春,科幻是市场空白,既轻松活活又不乏高概念元素,自然会贴近年轻人趣味,而年轻一代也需要属于他们的标杆性青春剧。 在不久前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正式推出爱青春剧场,这是爱奇艺基于对主流用户需求的洞察、首度打造的互联网类型剧场。 爱青春剧场 主打校园、爱情、冒险、偶像几大要素,从当代青少年的兴趣点切入,衍生出风格各异的青春剧。 随着同学两亿岁的播出,爱青春剧场在全青春内容品类的布局中在下一城。 空图女性成长命题,养成中国科幻文化。 成长是所有青春题材作品所共享的主题,成功的青春剧军力透支辈地刻画出一代青年群体的人物胡光与关系胡光。 青春、阳光、正能量是爱奇艺内容的价值底色,因此它向来不遗余力地在青春作品中凸显成长的力量。 最好的我们钟耿耿耿,于怀持过境迁后的久别重逢,你好,旧时光中一代人的全景景象,都是对成长命题的诠释。 同学两亿岁同样对成长体制进行了有力表征。 剧中,获得阿布多瑞超能助力的玄默,从任人欺辱的柔弱女生变为技能开挂的钢铁织女,她敢爱敢恨,快意恩仇,与亲人,朋友一起成长,和笑草依海澜之间的情谊,也从陌生逐渐走向了解。 可以说,宣默的形象塑造是女性成长的当代预言,从存在感激低的平凡女生到能力,智商爆棚的女强,并非仅是人设的变化,更标志着年轻一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 通过示弱向男性邀宠的女性形象已成为过去世,而以宣默为代表的独立,自强女生,才更契合当下新女性的时代追求,这也是该剧所起到的正向召唤。 在坚守成长这一价值传递的同时,同学两亿岁还对主题承载进行了扩容。 同学两亿岁是青春剧与科幻剧的柔和,众所周知,科幻剧的发展除了伊核先进技术之称,也与整个社会科学精神的建立密切相关。 一方面,科幻剧本身存在观赏门槛,需要一定的科幻文化土壤,同时,文化土壤的培植也需要优质科幻剧沉淀成熟的受众群体,二者相辅相成。 戴盈认为,美国科幻影视的先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有着广阔的受众市场,美国人从小就在科幻片的文化养成环境中长大。 由此,中国科幻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批科幻作品,在年轻一代中培育科幻文化。 在国内科幻文化未成绩后之时,爱奇艺通过《同学两亿最急冒险王卫斯里》等科幻剧的试水,打下科幻的文化坐标,为国内科普文化、科学精神的传播推广均有助益。 工业化体系成就电影极致感,与全球顶级科幻剧缩短时差。 自去年爱奇艺首唱电影团队操盘网剧以来,电影极制作越发成为整个行业的共识,这也是网剧迅速补齐短板,弯道超车的主音。 这个理念在今年得以延续和弘扬。 不久前的爱奇艺世界。 大会上,韩三平、张艺某、陈凯歌、赵薇、徐靖磊、陆川等监制或导演的网剧作品,出现在了爱奇艺片单上,再度刷新外界对网剧的认知。 同学2亿岁即是由徐靖磊及其电影团队首度触网的作品,在该项目中,徐靖磊以监制身份把控项目全程。 据了解,虽然挂名监制,但包括制片人、导演、后期的很多工种,徐靖磊都深度介入,开拍前他带领众主演进行封闭式训练。 剧本创作阶段,他也一直保持与编剧的沟通,甚至连后期机房都设在他家的地下室,通过徐靖磊和电影团队对每个环节精益求精的把控,同学2亿岁达到电影极致感的呈现。 与此同时,同学2亿岁的一个重要标签是科幻。 科幻剧通常是影视工业化水准的标识,代表着制作工业化体系的高度。 据大营透露,同学2亿岁邀请了曾参与黄太平洋、星球大战等大片的好莱坞特效大师Nick Zia, 担任特效总监,曾就职于北美鼎集游戏公司集电影视校公司的白黎文, 担任视觉总监,特效镜头的数量达2200多个。 尽管受限于预算,该剧与好莱坞一线影片特效体量仍有差距, 但在精细程度和专业精神方面,同学2亿岁的特效制作是经得起检验的。 自三体,北京折叠获得于国脚以后,国内科幻文化发展就进入了全新赛道, 关于中国科幻影视元年的到来,也成为业内一种呼声。 科幻元年的到来,离不开标杆性的作品引领方向,也离不开更多市场主体扩充份额。 此番,爱奇艺凭借其完善的制作工业体系操盘同学2亿岁,在缩短与全球顶级科幻剧的时差方面,已初见成效, 而它能否引领中国科幻网剧元年的到来,也令人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